据俄罗斯卫星社22日报道 美国务院发议人普莱斯称 美国正与俄政府就在乌克兰被俘的美国雇佣兵问题进行直接联系 报道称普莱斯表示 美国正式要求俄方提供有关被俘雇佣兵的信息 他说除了俄罗斯代表在公开采访中所说的内容 我们没有受到任何正式或官方的回复 据美联社消息 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17日播放了两名上周在乌克兰作战时失踪的美国退伍军人的视频 证实两人被俘 引发了人们对他们命运的担忧 报道称 来自亚拉巴马州的亚历克斯德里克和安底皇 隐居性是自2月24日冲突开始以来 被俄罗斯军队俘虏的首批美国人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援引德里克的话报道说 这些美国人与其他人走散了 他们在确认安全后开始穿越树林 最后进入一个村庄 俄罗斯巡逻队在那里接警他们 迫使他们投降 据报道 俄罗斯国家电视台 俄罗斯公共广播电视台的一名记者 录下了这两名男子讲俄语的短片 他们说 我反对战争 给你皇帝 我们去唯一 三个月 他们就已经确讨了